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会就说 自己是属于法人机构 是用自由资金来采购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说因为他们买的是香鲜 所以不适用采购法 真的如此吗 那个蓝音文员就发现说 其实工程会先前有一个公文 公文上面就说了 其实冷冻的这个蛋液 还有冷冻的蛋黄 因为已经被冷冻处理了 非属生鲜浓于产品 因此其实是适用采购法的呀 但没有想到 今天工程会跳出来 推翻自己以前发的公文 工程会现在说 法人团体采购 仅有条件的适用采购法 如果是用自由资金来采购 那就不适用采购法啦 但是国民党立委 吴一丁就质疑了 他说你看 假设第一笔进口金额 一千多万的蛋液 但是请问 多少比例是用你的自由资金呢 其实续抢会 根据吴一丁委员的计算 92%通通都是拿政府的补助 所以根本就已经符合了 政府采购法的规范啦 还有畜牧界的大佬也说 续厂会依照畜牧法成立 虽然不是用采购法 但是也应该要比较政府采购的精神 来制定符合公务机关采购的准则 不是吗 好了 你看到审计部也说了 其实依法法人团体 接受机关补助办理采购的话 那这个补助金额 占采购金额的半数以上 就应该要接受监督 续厂会进口蛋的钱 不都是农业部给的钱吗 那这些钱怎么叫做续厂会的自有资金呢 难道农业部就这样 自我阉割都不用监督了吗 虽然大佬也说啦 那你续厂会应该要比较政府机关 来制定一套符合公务机关 采购精神的准则嘛 包括是不是要有这个采购审查委员啦 或是农业部啦 阵风式的人是不是要列席等等 好像应该不是说一句 我不是用采购法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吧 农哥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然后我第一个担心的是这个省机长的安危 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他已经不止一次被点名了 上次陈局就已经准备修理他了 那现在他又讲个大实话 我真的为这位省机长感到担心 你应该没有小三把 不会被人家抓出来这件事吧 所以真的自己要保重 那问题是其实说真的 这个省机长做了什么很伟大的事情吗 其实也没有 他只不过就是实话实说而已 好像现在实话实说 在民进党政府里头变得超级困难的一件事情 请大家去仔细想想看 为什么要装修厂会来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他要绕过采购法去做这件事情 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 其实正常的情况下 政府单位根本不需要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有很多厂商都可以进单一 都可以进壳蛋啊 那你要做的只是什么 你就是负责监管嘛 让这些厂商自己去进 厂商自己会根据市场去调节嘛 市场需要他们自己会进嘛 你就负责检验审核就好了嘛 看他们进的是不是符合标准的东西 不是觉得吗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揽在自己身上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当我们缺蛋的时候 硬要去弄一个 找一个莫名其妙的超市公司来 然后呢 要溢蛋的时候 硬要续厂会来做这件事 何必呢 然后结果搞了个半天 现在囤积一大堆蛋都过期了 然后还要再花一大堆钱去处理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说真的 如果是让民间来做这件事情 根本不会有这么多的圣蛋下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些商人比你清楚多 整个市场的需求 他们会随时根据市场需求 做灵活的转变 不像你们这群人这么笨拙 可是问题是 真的是他们笨拙吗 不是的 他们是故意笨给你看 因为他们就是要造成这样的效果 因为这样子 他们才容易从中间获利 就这么简单 你能够注意到 他们的观念非常清楚 当我从政府拿来的钱 转变成我的钱的时候 那就是我的钱 那就跟你没关系 他对中央需求两位的解释 就这个意思 明明他的资金 根本都是中央来了 他在告诉你说 这是我自己的钱 你觉得像话吗 你相信吗 但是我觉得可怕的就是 民党政府完全用同一招 快筛其实也是这样 疫苗也是这样 所有东西全部都这样搞 然后想尽办法绕过采购法 然后现在你去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说当时事出紧急 是有多紧急 老实说 今天以我们厂商的能力 他们找 我们其实去年就告诉你会缺弹 不是吗 那以厂商的能力 他自己就可以进弹来调节 是因为你们自己故意一直 把所有的权力都在手中 然后一直卡在那个地方 然后一直死都不承认说缺弹 到最后又因为缺弹 已经变成举国皆知了 你又说我们现在紧急 从国外进弹 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 全部都是你在搞 在我看来 我一直认为 我们的缺弹 恐怕根本就是政府蓄意搞 因为你要说陈其中 不懂这种东西 我真的认为不可能 他不是告诉你 他爸又是猪农 又是什么 做过一百种行业 什么的 每一个他都可以哭 所以他对农业 应该是非常清楚 那一个对农业非常清楚 而且自己还教农业经纪人 他会不懂这些市场调节吗 所以我合理怀疑 陈其中当初就是 故意要造成这样的状况 因为你造成这样的缺弹 缺这些其他东西的状况的时候 你就好名正言顺的用这种方式 因为情况紧急 所以我们要绕过采工法 然后因为我用了这些团体 它是财团法人 就不需要政府来监督 然后就可以创造了很多 政府的资金要流出去 可是完全不需要受到监督的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发生的状况 不然的话 我们有一大堆厂商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买个蛋 明明我们很多厂商都很大 统一啊 普风啊 这些平常都在进食品的 人家都很大 他可以进啊 他偏偏不要找这些大 我就硬去找一些小的 为什么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所以很明显 就是有人想要从中获利 所以陈吉仲 现在还有人跟我讲说 他是个好官 我说真的 好官你为什么不让他跟赖清德搭档竞选 赖吉佩啊 那所以我觉得陈吉仲不要以为他现在这样就跑得掉 未来将来如果真的有机会政党轮替的话 我真的拜托 不管谁上 不管侯也好 客也好 谁上都OK 拜托去查一下 去查查陈吉仲 到底狗屁倒灶的事情做了多少 市长会说因为进口的冷冻液氮是属于生鲜货物 所以依照法规是不适用政府采购法 先不说连省记长都说这样的做法是有争议的 10月3号工程会的公文不是也就明确的指出说 冷冻的液氮还有冷冻的蛋黄 因为有经过冷冻处理 所以已经不是生鲜浓鱼产品了 其实是适用采购法的 早上陈建仁哥会在立法院说要依法办理 结果工程会马上就改口了说 哎呀 法人团体采购的时候是有条件的适用采购法 那么如果是用自由资金采购 那就不适用采购法了 问题是我们看到税产会不是高达九成的预算是来自于政府吗 难道真的就可以不用比较政府机关的办法吗 为什么花老百姓的纳税钱却不需要被民意来监督呢 这样真的合理吗 维州委员 乱七八糟啦 第一个 税产会第一时间 他连采购法是用生鲜产品还是冷冻产品 他都搞不清楚 他竟然说那个冷冻单翼属于生鲜产品 所以不是用采购法 这个第一个就错误了 我们的采购法里面讲得很清楚 这个是我发文去工程会问的 因为那时候有进壳蛋 也有进液蛋 我就问说 这个是一个是冷冻的一个是冷藏的 他说冷藏的就不适用采购法 只要冷冻的东西农产品 通通要适用采购法 在国内采购也一样 在对国外采购也一样 只要你是冷冻的 比如说猪肉是冷冻 进口一定是冷冻 那一定是采购法 如果像在国内不是有温体猪吗 那个不是冷冻 那冷藏那会变一般农产品 蔬菜啊那些 那个都没有适用采购法 因为那是农产品 所以大概是这样 结果西产会第一时间说错了 被打脸 因为我们的审计部比较知道一点 因为工程会是在解采采购法适用的 那工程会是最清楚 说一旦是要 这个是冷冻产品 农产品一定要用采购法 但是他们后来就一直转 你知道吗 转什么 转说原来他西产会是讲错 自己根本就搞不清楚 冷藏跟冷冻 后来他就讲成说 我们是自有资金 那当然其他委员就跟他爆料说 自有资金 可是你们市场会完全都是靠 政府补助啊 90%都是补助啊 你们哪有什么自有资金啊 然后他们说他们会自己赚钱 你赚了钱 你看这一次的那个猪肉进口 还有这个蛋进口 他们有赚钱吗 都是亏钱啊 都是在花政府的钱 当然他有他的功能 原来设定的功能 就是要平抑物价 在平衡这个 这个蛋啊 农产品的物价 所以那个真的是花钱的单位 常常有人讲说他还是一个小金库 因为他要给谁就给谁 要补助谁就补助谁 你看那个猪肉也是拿补助 一公斤六块钱 美猪就一直进来 本来进了很少 后来有补助就进了很多 好 我说现在他们就把它转 转成说这个自有资金 把人这个不受采购法 但是这个讲得过吗 其实那个主计的审计单位 其实认为说这讲不过 他有讲到只要超过50% 你还是要受采购法的约束 请问这一次巴西蛋进口 用政府的钱 有没有超过50%吗 通通是政府编预算的 给你细厂会去 给这些厂商的 这个都以前都讲清楚了 都是补助 4亿多这样子补助下去 总共快6亿 5亿7千万 去补助通通政府的钱 那怎么不用适用采购法 所以一开始对于采购法 讲不清楚 后来都要凹 凹成是法人 凹成是自有资金 但是也讲不通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弊端 所以续厂会问题大了 那续厂会会有问题 当然主要是农业部 因为农业部支持他 然后钱给他 然后没有去督导他 今天你农业部 给他九层的经费 他九层经费都是农业部给的 你农业部不用去督导他吗 督导他有没有弊端啊 为什么每一次采购都找 那个小家的公司来做 然后做大生意啊 我们就一直看到这样的情形 为什么不给生育卓柱的这些公司来做这些进口的工作呢 你给他讲清楚吧 你把它查清楚 我跟你讲 检掉也应该要查啦 像这种动不动就是几亿几亿 那不查 那里面有没有土力 有没有弊端 有没有堵质 这个都应该要查 监裁员要查 检掉也应该要查 我们已经这样 这个从鸡蛋打到现在猪肉 这么多的浪费 这么多的弊端 请问检查 检掉立案了 没有 一个案都没立 那其他的 只要是 蓝莹讲了什么 那个马上就立案了 现在我们政府浪费了这么多钱 还害我们吃了美国猪肉 然后土力了这么多厂商 有一个立案吗 没有啊 也没有 完全没有进度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一定要政党轮替 没有政党轮替 不会去查 刚刚那个 韩冰兄也讲到 农业部问题最多 我跟你讲 卫福部 农业部 因为我自己也在卫环委员会 卫福部问题很多 买快筛 买这个疫苗 但是农业部 农业部有 那个劣迹斑斑 从1450这个名称 就从农业部出来的 就编列预算养网金 给外面自己认识的这个网军头去养网军 就是从农业部开始的 你看它就是同一个模式 编了公务预算 给自己人 给小厂商 然后来做大生意 大赚齐钱 你看不就同一个模式吗 所以农业不是说你沉急中下台就好了 所有的弊端将来都要把它查清楚 现在有民众说 现在是受困战地 求助无门 会被政府说是认知作战 学生去跟赖清德反映 民进党是不是有贪腐问题 要如何解决 结果就被网军出征 然后如果你上网抱怨说买到抽鸡蛋 还可能会被移送法办 就有网友就列举出了 蔡政府执政这七年下来 到底百姓失去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到 首先两岸的协商机制被中断了 最高法院的特征组 现在已经被解散 没有了 然后核电厂被关掉了 然后大法官通通都是蔡英文提名的 是不是实质的功能也丧失了呢 军公教的年金被砍掉了 然后蔡政府阵内38个死囚都没有执行 死刑是不是实费废死了呢 再来现在连通奸罪都没有了 他有一个实质转型了 所以连知道美族支的权力 好像也已经失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一切 好像不是被政府废掉 就是实质废除了 未来这个网友就说 如果赖清德继续执政 那台湾百姓会不会还有可能 要继续失去一些什么吗 盛宫老师怎么看 我看到你这个题目 我看来就认真的去找一个东西 我想到最近大陆最流行 那么几亿人 不不应该是十几二十亿人在 疯狂的一首歌 就是刀狼的罗萨海事 有听过 罗萨海事 那歌词是很精彩 有机会大家上网去找一下 听一听 那很精彩 罗萨海事简单的讲就是 丑变美 美变丑 坏变好 就是说坏的才是好 丑的才是美 真正美的是变成丑 但是我们的社会快不是变成这样子吗 里面呢 因为简血啊 那个鸡啊 是一个右一个鸟啊 这是简血的鸡 所以呢 右鸟啊 不知道自己是鸡 还有呢 马富啊 这个一个马一个富 简血就是驴耶 这样 马富不知道是谁是驴 你不觉得民党今天就是 右鸟不知道自己是鸡 天天在那里 真的 他才一副啊 法相装的样子 不知道呢 那个电视机里面不是讲的吗 是吧 这XX人就是矫情 XX人就是矫情 不是这样子吗 这 然后呢 公公好威名 那个公公就是没有蛋就是 公公好威名 我们现在搞的蛋都不知道怎么办 是吧 然后呢 勾然一向啊 装高威 整个的社会就这样 完全扭曲了嘛 民进党今天没有立美支撑 没有1450出征 我请问 他们能收个什么呢 他们出征最大的特点就是 把黑的收成白的 不 把白的收成黑的 把对的收成错的 把好人收成坏人 把烂人捧成好人 不是吗 社会公正的混蛋在他们的嘴里都是好蛋 真想要就气啊 一转坏蛋啊 卖坏蛋给我们吃啊 还到今天还在当混蛋呢 两年了一颗蛋都解决不了啊 那你再想一想 大学本来是民进党的主场吧 这个过往这十几年之后 是他的主场 那你想想看 大学是你的主场 结果你在学校里面 学生只不过质疑你 民进党怎么最近上来以后 这个贪污腐败特别多 他讲这句话 你没看到那个场面 学生是鼓掌叫好啊 然后呢 他还还问 说是哪一件 结果那个学生 他是普遍的印象啊 就知道你这个家伙是红榴 红榴一天到晚在外面乱搞 有没有 你要说你有小三 还问你要说是哪一个 那一样的道理不是这样子吗 那无耻到极点啊 还问说是哪一件 结果那个学生说 我这记底还一下说不上来 结果下面的学生帮他怎么样子 喊成啊 帮他填充底钱丸了 结果这个谁真被出征 出征的理由说 不做功课 怪啦 这个你们还好一直出征 那出征的就是人 说你是人 客气把你人放在上面了 说你是渣刚刚好而已啊 难道我们的社会 再过几个月以后 要这一种现象继续延迟下去吗 然后我们还继续 要看到这样的一个社会吗 难道变成像民进党的创导人 我们的创党也有研讨在这个地方 拿起了牌子怎么写 民进党已经贪污腐败的阿霸动了 这个会改变 让他继续重新下去 只会变本加厉嘛 会改变吗 不会改变了 我们要继续 让一个贪污腐败的阿霸动 继续来阿霸我们 来领住我们 然后把台湾变成罗煞海事吗 这样下去绝对是罗煞海事 好台湾变成了罗煞海事 这个绝变美也就算了 只是看着难看 假如台湾被没有了呢 战争还然后被扯灭了呢 当了美国的棋子 把我们的人命这样子牺牲掉了呢 会不会 谁敢说不会 还告诉我们不可以移美 为什么不能移美 民主政治是让我们 有怀疑任何一个有权力的人 或者什么叫民主 不是吗 所以民党继续执政下去 就是贪污腐败阿霸 一个字不会减少 而会越来越严重 然后呢 你最好少讲话 1450随时在旁边事后 你最好在脸书少说一句话 极客出征洗板 假如才变成这样子 是我们要的吗 今天所发生的事 今天你所觉得不以为难的事 假如不让它改变 明天就会是如此 请记住一句话 今天不改变 明天就和今天一样 后天就跟明天一样 下个月就跟这个月一样 明年就跟今年一样 而且只会更坏 不会更好 行政院长 陈建仁今天在立法院也被问到 对于民进党诸多的贪污 弊案事件 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 其实这跟先前中山大学女学生 被问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他去问赖清德的是同样的题目 没有想到呢 陈建仁歌魁他竟然说 检讨不同年代的弊案 会发现政府官员 确实有少数人贪腐 可是国民党的贪污 也是层出不穷 甚至还说选举到来 要特别小心错假消息 问题是特定的军备 现在竟然可以用预备金采购 来规避监督 然后潜建国造 疫苗采购 鸡蛋进口 都被质疑黑箱 为什么不干脆摊开在阳光下呢 这样老百姓不是就不会怀疑 有贪腐的问题了吗 现在民党执政呢 基本上来讲他是全面的黑箱 在过往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还会演一下 因为他用误导的方式 可是现在已经完全不演了 那民众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呢 其实缺淡的问题 不是这一年的事情 他其实已经三年了 甚至刚才我们前面讨论到 这个审计长的部分呢 在他的审计报告里面呢 110年的时候 他在检讨109年 还有111年的报告 审计报告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就是农业部那时候叫农委会 他的数据是失真的数据 所以如果我们讲说 我们办公室呢 事实上在三年前 我们就提醒他了 但他可以不相信我们 他觉得你是在野党 你是畅衰 那审计报告你总要看吧 那审计报告已经跟你讲了 所以我在咨询的时候讲说 如果农业部重视这个问题的话 那现在当初的小鸡 现在其实都已经变成老母鸡 你会不会有缺蛋的问题 你不会有缺蛋的问题 但缺蛋的问题 其实就像寒冰刚前面提到的 怀疑合理怀疑 其实就是你政府故意要造成 你知道很好笑 我在问农业部的时候 问他说 你跟民间的合约 进口合约是不是都一样 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 他说不一样啊 因为进口商的名字不一样 这个是不是装傻 你在问他合约的内容 合约当然进口商 你甲方乙方 当然名字会不一样 你政府官员要到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推脱 表示他什么 他心里有鬼嘛 我们在看那个超市的合约的时候呢 我们讲说 他喜欢提政府采购法 对不对 政府采购法 你们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他讲说你对于交易的对象的时候呢 你要公平 你要以这个国家的利益为前提 你社会的利益为前提 然后你要合理要公平 所以简单来讲 你合约条款是不是一致的 应该理论上来讲是一致 它有没有一致呢 它没有一致 那是不是适用政府采购法呢 我们先不去论他 基本上来讲 他该不该适用政府采购法 答案其实很明确 我觉得法律人都可以出来跟你讲 就是你就是要适用政府采购法 就算正常的合规的这个单位的话 就算他不是用政府采购法的时候 他会不会去准用政府采购法 真的他绝对会 尤其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没有官员有这个胆子 可是今天呢 行政官员完全不演 为什么他完全不演呢 其实我们从前一阵子 从原来看国务基料费的除罪化 国务基料费都可以除罪化了 你现在看很多的行政官员 他在不在乎贪毒 他不在乎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他已经帮他设置好了 贪毒犯他可以到外衣间 然后我们全民的公堂呢 去盖这个豪华的监狱 让他们住 他住得很舒适 而且很快就又出来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在民党执政的期间呢 所有东西都帮他 把贪毒的问题敷好了 可是今天平安讲 陈建仁的回答会让我很难过 为什么呢 陈建仁呢 大家都知道他是圣战士嘛 对不对 我当天他们不让我执询的时候 我不愿意下台的时候 陈建仁来跟我道歉 我那时候还跟他讲说 我说院长 我说呢 我们都会 迟早都会要走 对不对 但是以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 换国家数亿年 这个不败的这个根基 是不是更重要 其实他点头 那我那个时候觉得说他还有救 可是你看到他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回答的方式显示什么 他今天回答方式是讲说 我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 当你在提这个问题给我的时候呢 我用别的东西来转移你的注意力 大家记不记得 其实这是民进党 基本上来讲我觉得陈建仁已经被民党整个污染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民党的实施体制之下 你看从原来的云豹的小公主的事件 绿能的事件 每一而再再而三的东西跳出来 它都是去转移你的这个注意力 你看云豹的事情 现在有没有再去讨论 没有讨论了 因为光是这个淡的这个事情呢 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对不对 然后淡的问题闹得沸扬扬 那我要讲说民党的三部曲呢 第一个 它是用误导的方式 它就像我们讲说经济成长率不是讲说 从年初我们讲说你没有办法保二吗 主记长打死不认 对不对 大家记得他打死不认 他什么时候才承认 八月份的时候才承认 他已经浪费掉八个月的时间 然后到八月份才承认 然后他做出来一个说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有1.6的时候 前两天IMF直接打脸说 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今年只有0.8 它的1.6还是0.8的两倍 然后我们问他这个 你实际上面的基础在哪里 他就冷笑 所以你会看到从经济成长 那我们再讲说最近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ECFA的中值 然后这个RCEP的影响 我们讲说 那你的经济成长率1.6 你有没有考虑那个ECFA的事情 你知道他很理直气壮说 ECFA是刚刚现在才发生的事情 我们的1.6当然没有考虑 ECFA很理直气壮 那我们讲说那RCEP呢 RCEP从2022年1月1号生效 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你在做你的经济成长率的时候 RCEP 因为RCEP我们从这个主地总处 出来的数字上面来看 它除了中国大陆 然后这个日本韩国这边 它那个数字的比例呢 金额是相当相当的庞大 你在考虑经济成长率 为什么没有考虑它 更好笑的事情出来是什么 我在问农业部的时候 我问他说 ECFA对于农业的影响是什么 他说 我们都做了沙盘推演 这个是短空长多 短空长多 你要讲出来 让对岸知道 是不是增加你的谈判筹码 然后我讲说 你把沙盘推演的报告给我 不行 这个是机密的 然后接下来自由时报 就马上加码说 李委员兰委呢 他是要把泄漏这个机密呢 给对岸 然后你看到 我们在讲说 好 那我就问经济部说 那你ECFA的 你做了这个评估了没有 他说 我们没有做沙盘推演 可是我们做了内部的评估 我说好 那你把内部评估出来 给我们 是不是对于我们的产业的影响 那不行 因为这个是机密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 零零总统 你看到民党执政 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黑箱 就是不透明 政府资讯公开法 对他们来讲 有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的宪法的言论自由 我们的健康权 我们的财产权 对他们来讲 有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今天就是民主独裁 它跟民主自由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冷白整合将在周六 举行幕僚的会前会 侯友宜昨天来接受 庶民大头家的专访 他在专访时提到 他说我会扮演最关键的角色 担任主帅就是要御驾清真 不会把责任推给别人 所以这是否代表 侯友宜将会主导 和柯文哲的整合呢 好 今天的最新的谈话 侯友宜表示 两党既然要合作 就要包容不同的意见 不预设前提才能够谈下去 如果一直闲东闲西 又把很多的坚持 都摆在台面上 那还要怎么谈呢 而柯文哲方面则回应说 这个政党除了良性竞争 也应该要保持理性的对话 友善的互动 他也希望14号的会前会 能够公开透明 来确认如何进行辩论 和公正的民调 推出最强的候选人 期盼商讨出的方案 双方的支持者是能够接受的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韦州委员 我们看到这个侯友宜 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很直接的就说 他要御驾亲政了 所以到时候会是由侯友宜 来主导蓝白的整合吗 这个幕僚谈完以后 到最后当然是主将 就出来了 那到底到时候 侯友宜是一定 一定是主将的 那会不会再找朱主席一起 这也有可能 之前有讲 就二对二嘛 你柯文哲 你要你是候选人你要再 他也是同时是主席 他可以一个人 那我们这边有主席 有候选人 到最后当然要主将谈 不过看起来 因为刚刚跟两位在聊 都好像不是很乐观 好像是要出来干架的 那种感觉 不是要来谈合作的 我要讲 就是说蓝白和 不是大家最关心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要政党轮替 老实讲 谁赢都可以 这个我的观察是如此 就是要政党轮替 确实 我个人来讲 我也强力的主张 台湾一定要政党轮替 不是为了国民党好 不是为了民众党好 而是为台湾好 因为不政党轮替 再下去 常常就是在八年 那也打破记录 民进党执政八年 如果再八年就十六年 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这是人性 就会把手伸到任何的领域 尤其是到司法检调 我觉得我讲到重点 谁有权利 提名检察总长 提名最高法院院长 提名司法院院长大法官 不会提名自己亲信 而是提名所谓的公正人士 我就讲明了 这是人性 然后提名这些人 让司法会更公正吗 绝对不是 所以政党轮替 是台湾现在这一战 最重要的主题 我当然希望蓝白可以合 但是看起来那种态势 比如说民众党他也讲说 要谈先两个条件 第一个要做民调 第二个要辩论 先不谈那些程序说 什么时候做民调 什么时候做民调 都会影响 比如说到底是11月10号 11月24号要登记 11月20号还是10号 还是10月底就要做民调 这个都对彼此都会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大家当然都只针对自己有利 如果现在民众党 我觉得他们一定想说越快越好 中民调越快越好 因为对他更有利 那对国民党呢 如果我也坚持说自己的有利的 那越慢越好 那永远没有交集 如果只就自己有利的 因为没有法治上的游戏规则 这个不是在党内说 那我们就比民调 因为党内有党章 有提名规定 不是你要坚持什么 或我要坚持什么 是有规定 我们现在是没规定 只能用协商的 那我跟你讲 要协商不是只有那种方法 大家都经历过 我们都选举过 协商最好的方法 不是做民调 不是早做晚做 不是这些 而是两个人有默契 到最后共推出一个人 这个是协商最优势的地方 就不用再经过一次厮杀 不是吗 像我这一次要选立委 本来要初选 后来协商之后 我都做了快30年了 你知道吗 我做民意代表 然后要出来的人比我年轻 后来我没经过协商 我就让他选 然后这样就不用再厮杀 会不会团结 更团结 那更能够确保胜选 这个是最高的 如果做不到 那只好其他的方式 所以我们继续努力 我们目标还是要政党轮替 所以大家还是继续加油吧 好 蓝白整合的会前会 明天就要登场了 但是呢 柯文哲画下了一个辩论 还有民调的底线啦 黄珊珊甚至是还下了最后通牒 要说十月底谈不拢的话 那柯文哲就要选到底咯 后友宜表示啊 两党既然要合作 那就要包容不同的意见 不预设前提才有办法谈下去 如果一直闲是要怎么谈呢 但后友宜也说 他会相忍卫国 虽然说柯文哲说 两党要保持理性对话 但他也说啊 希望在会前会就要确认 如何辩论跟民调 看起来还是有底线的 柯文哲甚至在撒卡都之中 他是不可能胜选的 透过大选 壮大民众党 就算他是尝到了胜果 但也是继续只能够 当一个小党而已 而且会遭到民进党的打压 蓝白整合 是不是应该要跨出底线 才能够真的有机会整合呢 惠美委员怎么看 的确是 这个最近的发展呢 其实有点像这个 我在研究所里面 教那个谈判的这个课程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现在给学生说 你两对谈判了 然后就是看你的结果出来 绝对是没有结果 你知道 可是呢 我如果给学生设定的条件是说 好 如果你们谈不出结果 你们就都当 都当掉 所以你全部都没有成绩 我的确是这样做 所以呢 就一定也会有结果出来 那我为什么说 这跟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情形一样呢 你看这个蓝白和的部分呢 大家都看到那个民调 从以前到现在 不管你是哪一家的民调 可是你会看到赖清德的部分 其实是持平 就是还蛮稳固的 然后其他的部分呢 它就是有变动的情形 这告诉大家什么呢 蓝白和你才能够真正的下架民营党 我们并不是说蓝白不和 你就不能够下架 但是它的几率就相对应的低 这个是不是就像我们讲的情形 你今天我们知道有六成的民众希望能够下架民营党 当你不能够合作 你继续让民营党能够执政的话 我觉得全民都会把你这些政治人物 有参与的政治人物都会用唾弃的心情 这个是不是就像是在你的这个选课里面 你是被当掉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呢 民间的压力 蓝白如果没有民间的压力 其实我会觉得他就是做做样子 他不会有结果 可是如果民间有这股的压力出来 事实上六成的民众希望下架民营党 你今天任何的一个政党呢 虽然你的政党的这个宗旨啊 你是不一样的 可是呢 今天在谈合作的时候 我们要讲清楚 我们的目的不是在我要吃掉你 或者是怎么样子 而是你各自维持各自政党的宗旨 但这终点目标是说 透过我们的合作能够下架民营党 我们能够让台湾能够起死回生 因为观众朋友我想大家都也很清楚 现在看到民营党的执政 是匪夷所思啊 他现在的这个贪腐的东西 其实就像粽子一样 是一整挂的捞起来 所以你看到他 他毫无忌惮 为什么 因为他不在乎 就算他今天去了 就像我前面讲 今天去他可以到外议间 就算他今天再严重 位置再高的 他可以除罪化 所以他害不害怕 他完全不害怕 所以今天只有这些的法令规定 宪法的规定 法令对谁适用 对你我 对于没有权势 不是执政的人 他适用 那你今天要翻转这样的局势 你怎么样做 就是把执政者拉下来 让他不能够再享有这个权力的滋味 让他不能够再用他的权力去压榨 然后或者是去贪腐 然后去做为自己 或者是政党有利的事情 这个你才能够解决问题 我们才能够让台湾不继续往下沉沦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在野党的部分 任何一个在野党 我觉得都应该同心协力的 现在谈的合作 不是谈别的 现在谈的合作 就只是单纯的下架民党 如果你今天是抛出一个议题说 我现在谈民调 我现在要辩论 刚才我已经讲得很清楚 时间点它当然会影响那结果 我可以理解 政治人物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其实不止政治人物 任何人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把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放出来 而且会把最严重的结果告诉对方 但问题是正常的谈判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也是在随时的修正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今天我们看到礼拜六 的确是鹰派 各政党里面的鹰派的出现 所以大家会对于说 礼拜六的结果可能是不乐观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 能够像这个侯市长提到 相忍畏国 这个就是很明确的表达 一件事情是 今天不是为了谁能够当总统 谁当副总统 谁能够执政 今天谈的是怎么样子下架民进党 好 所以委员说 要给在野的两党足够的压力 逼他们非得要谈出一个结果 才会有进展吗 不过赖清德昨天到桃园提出了四大行动方案 他说要强化台湾的国防力量 强化经济实力 并且和大陆对话 但侯友宜就跳出来直接三问赖清德 侯友宜说赖清德 他自诩是一个台独的务实工作者 要选中华民国总统 那你有要遵循中华民国的宪法吗 你要反台独吗 第二个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是贪污腐败 有高端弊案缺淡的内幕光电弊案等等 但是赖清德完全没有讲过一句话 你是完全不知道吗 第三个赖清德出来选举 你说清楚你到底是为了人民 还是是为了新潮流呢 这三个大灾问 赖清德他敢接球吗 兵哥怎么看 其实不需要赖清德回答 我可以帮他回答 因为我看起来应该算是他肚里回虫 第一个会不会反台独当然不会啊 他现在反台独是反假的啊 他还是一个真正的台独工作者 他就是会往台独那个地方去趋近的人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个性的人 只是现在他不敢而已 他等到他上台之后 请注意赖清德是一个比蔡英文还要凶狠的人 这个人是非常嚣张把扶的人 所以他一旦掌权了 他很多次他是比蔡英文都还敢干的 那至于第二点呢 就是这些光电啊 黑枪啊 内幕重重啊 这些一大堆B案 鸡蛋啊 高端啊 这些赖清德我又不知道吗 当然知道 但是我知道要怎样 他现在无所谓 反正不干我的事了 他现在全部推给蔡英文就好了 都是蔡英文做的 关我什么事 没有关系啊 那至少第三个 他是为人民还为新潮流 这个赖清德当然是为他自己啊 他怎么又为人民还为新潮流 他干嘛为新潮流 是新潮流有一些人 现在在拱他 目的是希望赖清德上了之后 他们可以分东西吃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其实你去看 他这个所谓四大行动方案 叫四句废话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 什么叫做加强国防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有看到哪一位 那个要参选总统候选人 说我们不要国防 有人这样讲吗 没有啊 加强台湾经济实力 废话 哪一个人会说 不要加强台湾经济实力 然后他第三点是什么 要跟民主国家站在一起 有人说不要吗 我还没有看过有这样的人 然后第四要跟大陆对话 对每一个人都想跟大陆对话 可是请问你的办法是什么 蔡英文上台了七年多 完全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对话 那请问一下 你一直说你的两岸政策 是成绩蔡英文 那请问一下你到底要怎么对话 你根本不可能对话嘛 你们每次都在讲对等尊严 对等尊严 请问一下 在新加坡的马习惠到底有哪里不对的 哪里不尊严 你告诉我啊 马英九去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人家照样讲中华民国 对不对 他一样讲 还解释中华民国宪法 那请问一下 哪里没有尊严 哪里让你觉得被贬低了 那所以你们什么都讲不出谁来来 天天就是空口说白话 说什么要跟对岸 要对等 要对话 怎么对话嘛 你告诉我 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对话嘛 老实讲 赖兴德上台之后 如果能够延续蔡英文这七年多 还算好的 因为蔡英文七年多 让我们丢掉了海峡中线 那赖兴德 我看最起码是丢掉24海里 最起码就是这样子啊 那实际上 我觉得那还是 比较幸运的方式 看起来比较有可能的是 就是真的要直接搭起来 因为现在人家就是步步进逼 然后你们连一个 连跟对方沟通的管道都没有 老美最近跟老共之间 已经开始慢慢又缓和下来了 大家没注意到这件事情吗 人家都开始在谈 看起来拜习会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那等到老美只要一旦谈好 就会把人家甩在一边 没注意到吗 老美一直都是这样干啊 现在明显活生生的例子就是 因为以色列爷爷出事了 所以乌克兰现在就被抛弃了 没人在管他了 没办法 因为美国是我们的爸爸 可是以色列是我们的爷爷 因为美国是以色列的儿子 所以美国是只为他自己的利益 在着想的一个国家 那他随时都会把台湾卖掉 那我们台湾到底要怎么样保护自己 请问一下赖清德你自己叫大家不要怀疑美国 结果是被孙小雅打脸的 美国人告诉你说可以用力怀疑啊 没关系啊 有什么好怕 民主国家就该怀疑啊 那请问一下赖清德 你现在还敢不敢讲 你敢不敢去怀疑孙小雅的说法呢 你敢做这件事情吗 所以赖清德现在老实讲 他能够这样夸夸其谈 能够这样胡说八道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蓝白不合嘛 让他躺着选嘛 所以要让赖清德开始认真选举 只有一个办法 就拜托你们几位老先生赶快合作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民进党一直不愿意和大陆友善的交流 甚至有一些绿营的侧翼还会带风向 有的时候说大陆很落后等等 像是先前不是还说高铁没有椅背吗 不过网路上最近流传了一些影片 让大家看了都惊呆了 因为大陆的小学的桌椅竟然可以折叠 午休时间一到 马上华丽转身 转一转之后呢 就变成了可以躺下来休息的 这样的一个躺椅 所有的学生通通都可以 好整以下的好好的午睡 睡醒之后 养足了精神来上课 可是反观我们的学童 好像还维持着跟四五十年前一样 大家都是趴在桌上 头枕在这个手臂上面来午休 如果说我们都说 我们要跟美日这些国家 多交流多学习的话 为什么只要碰到大陆 大陆好多 我们好像也要蒙起眼睛 假装看不到吗 沈宏老师 是这样子 你这个题目问我是 百民挖个坑要我跳 为什么呢 很简单 讲到这个我是一肚子吼 因为民进党把台湾骗得很惨 把台湾骗到极点 不让我们看到任何的真相 我们今天先讲两个前提 第一个是吹牛 第一个是吹牛可以救台湾 台湾一定可以救 假如收谎可以让台湾渡过危机 台湾也可以渡 问题是吹牛收谎解决不了 但是民进党今天在处理两岸的问题 就是靠吹牛吹自己 哇 多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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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很差 然后就收谎 大陆是一文不止 同时第二个先让各位想一想 那就是今天我们唯有正确的认识中国大陆 明天我们才有能力选择台湾正确的未来 这是一个常识 可是这一个问题有存在吗 我们有正确的认识中国大陆吗 不管他是敌吧 他是有吧 你跟他的相处是一个限制的摆在旁边 就在两百公里外的地方 假如在三千公里外 那或许你还可以不理吧 就在两百公里外 你必须面对你的生存发展 台湾的经济成长 难道跟大陆没有关系吗 台湾的GDP成长 台湾的外贸成长 跟大陆没有关系吗 这样子的一个限制的情况下 你怎么可以不认识他 但是我们是成绝对不认识 我告诉你 您刚才认的这个题目出来 1450为之争 认知作战 那个不是大陆的全部 那只是一部分 样板 样板 你保证 否则他怎么办呢 他会崩溃啊 事实上让中国大陆崩溃的事 不 让台湾崩溃的事是很多 只是因为他收房而已 我再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今天不要讲理论 我们讲一个一个的事例好了 第一个我请问你一件事 现在台湾车会的汽车节目 还在介绍已经这个世界快要淘汰的车子了 然后呢 也好不容易拿几部电动车出来 拿的是什么 是在世界上不是主流的 我们有钱为什么不能买今天新能源车 电动车的主流车呢 主流车在哪里 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汽车的外销量 已经是全世界第一 不要崩溃啊 这是真的 好 也不要告诉我们 说他的车好与不好 那我再告诉你 最便宜跟到最好的 他都能做得出来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要请教贵宁委员 大陆的小学生都可以躺下来午休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假装看不见呢 对 现在很严重的问题 我相信民众 尤其是出国的民众 都可以感受到 你如果去比较全球的机场设施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中国大陆或者是亚洲的机场 或者是饭店 其实现在比美国好太多了 这些你亲身有经验的人 你会感受到 那我要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没有进步 为什么 我们说的东西都是政治挂帅 否则的话 我们其实手机支付 我们是仅次于日本的 可是就是因为行政单位呢 它完全自知不理 全部都是政治挂帅 结果现在呢 你看他们的支付宝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虚拟货币也好 他们走得很前面 可是呢 我们原来的常才 不管是半导体也好 或者是软体也好 你一直从我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